看到是前第一千金陈信瑜到了美国猜 纽约参加了牙医师的考试结束 今天凌晨搭机返台 在机场陈信瑜是简短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对以往相比起来 面对的镜头 她的态度明显改善了 被问到敏感的干爸爸黄芳燕的问题 她也耐着性子回答 一下就看到大批媒体 陈信瑜原本并没搭理 反倒是同行有人一直打圆场 感谢媒体一周来的辛苦 接着在check-in结束 安排陈信瑜简短受访 酸的记者一下 以往总喜欢大声斥骂的陈信瑜 似乎也开始调整面对媒体的方式 就连被问到敏感的干爸爸黄芳燕 还是耐着性子回答 听到黄医师三个字看得出陈信瑜 表情僵硬了些 不过总算阿弥陀佛没当场发飙 他说在纽约也有跟家里报纸联络 了解老公儿子 与妈妈无数真的身体状况 至于考试如何 最快合适入学都还不确定 甚至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来纽约考试 也要看这次的成绩来决定 与二月份的纽约之行相比 陈信瑜这一次来纽约参加考试 行程上似乎平顺了很多 一方面媒体记者的采访方式有了变化 另一方面陈信瑜本人也刻意的保持低调 即使面对敏感的问题 他也没有发飙 中天新闻 张光华 纽瓦克国际机场的报道